季浅墨战斗的巅峰赛抢位置过后被赞誉为北海道第一马超 而昨天花果山昆昆完美复刻浅墨抢位置做法 赛前处于二楼位置的他看见自己位置后连续两次与五楼玉璃交换位置 然而玉璃并没有同意 更离谱的是轮到选英雄时他直接抢下打野位置 还把原本属于辅助的一楼分配到中路简直化身峡谷判官 而三楼的射手看见这一离谱操作 直接直呼逆天可能是第一次见这种情况 得到判官好处的一楼也帮着判官说话 还在直播间指明玉璃身份导致其直播间节奏四起 不出意外这局游戏已失败告终 赛后玉璃举报判官并扣除信玉芬 最离谱的是判官得知此事后竟也进行举报回去理由 居然是预选打野抢我对抗路 尝我这趟路